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 今天这个片段是给特区政府一个公开的宣言 我亦会另外在报纸刊登 所以如果你们看到之后 觉得这条片的内容是对香港整体抗疫有帮助的话 麻烦你传给你的朋友 或者如果你认识特区政府的领导班子的话 直接传给他们 多谢大家 好了 现在疫情的严重程度已经去到临界点 根本如果我们不再想办法 一定是搞不定的 如果我们期望内地派人来建设方仓医院 就可以搞定的话 根本无可能 因为我早前已经预期 确诊人士一定会超过15万 远远不止6万 就算所有方仓医院建成之后 都不足以容纽这个确诊的数字 习近平主席都曾经说过 香港是有一个主体的责任 即是说就算八方增援都好 我们香港特区政府必须自己想出一个有效的抗疫方法 就不是在这里靠等我们内地的人来支援 这个态度是不正确的 目前现在香港政府正在做的政策 其实就是仿效澳洲所用的政策 绝对不可取 澳洲地大蜜薄 人口稀少 而他们住的空间是大 还有他们打了两次疫苗的人数 已经有95% 打了三次疫苗的人数 都超过80% 他们跟香港的环境完全不同 所以不可以采取同样的政策 我很明白我们的防疫官员 从未遇过这么大的挑战 但是沉住去应战才是一个正确态度 如果你胡乱落药是于事无保的 我们要明白今天确诊数字飙升的原因 就不再是社交活动的引起 就是政府叫一些确诊者在家中隔离 以及被他们在社区走动 这才是确诊数字飙升的主要原因 其实香港市民已经很自律 很多社交距离 不是完全没有社交活动 但也有少少的 但已经不是一个主因 所以如果政府还是说社交活动是主因 这个肯定是错的 他不承认自己的政策失败的话 这样对于疫情抗疫方法 一定会走错 现在香港全港有591间小学 有508间日间中学 加上每间学校的课室数量 平均是16至30多间 如果我们计算这1000间学校 平均每间学校有20个课室 而每个课室可以融入8张床的话 即是加上可以融入16万张床 还未计算他们的礼堂 还有香港有什么呢 全香港有61个社区会堂 39间社区中心 以及多间的室内运动场 再加上我先前所说的 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 匯展、游轮码头等等 加上来应该可以融入25万张床 我认为现在必须要 将所有市面的确诊者 与社区隔离 这才是最佳的方法 如果全部将这些精用 成立一些社区隔离治疗中心的话 我相信是会对抗疫 有很大的帮助 当然会有人说 你搞那么多社区隔离治疗中心 哪有那么多人 我绝对清楚 现在的西医的人手是非常短纯的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有七千九百多个中医 二十几个有限制注册中医 以及二千多个表列中医 即是中共街上超过一万个中医 既然政府已经成立 中医药管理委员这么多年 去负责中医的注册 亦都在将军澳兴建中医院 即是你完全确认中医的医疗地位 在抗疫的大前提之下 你拼除了这万多个中医的医疗能力 医疗资源 是不是另一个决策上的错误呢 记住中医也是医生 很多人说中医不够科学 但是证明他们对中医完全不理解 中医的医疗就是所谓我们叫四诊八纲 就是望闻闻切诸疑 另外还会根据阴阳表里寒热虚实 将病情分类 然后精准落药 跟西医的诊断之后 再落药是完全同出一切 还有大家不知道 现在我们内地的中医发展 是完全科学化 所以很多人说中医不够科学 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的注册中医又要怎样呢 就是先读了两年的西医医学理论 然后才进一步去读中医 所以其实所有注册中医 它都有一定的西医理论基础在里面 所以如果再说中医不行 是完全一个错误的讯息 可能是保护主义 再看我们内地各大城市 包括武汉、清零 以及我们中国以来 可以去意大利和塞尔维亚等地作支援 中医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我完全不觉得 政府贫气中医不用 这个政策是对的 你想想如果我们有二十多万 至三十万的床位 全部由中医负责 把那些确诊者送进去的话 我们当一个确诊者需要十日治疗 转几转的话 这些确诊者已经可以出回社区 去正常的生活 如果配合方仓医院的投入服务 相信疫情很快 会恢复到一个可受控的水平 还有一个我想说的就是 其实这些社区隔离医疗中心 接收了所谓的轻微病状的 确诊病人是最适合的 第二 所以要成立这些隔离治疗中心 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设备 因为他们不需要像西医 又要打针又要调盐水 或者复杂的设备 因为复杂的 就应该去方仓医院 这些全医院的治疗设备的地方 所以它总被一个 成立一个方仓医院来得很快 难听些 几天就可以搞些 有人说 二十几万人 三十万人 食物怎么搞呢 其实现在食物行业 已经全部受疫情影响了很多关闭 我相信如果政府肯用这些连锁性大型食物公司 去提供食物给这些隔离治疗中心的 受治疗的确诊人士的话 我相信他们都会很乐意 至于人手方面 更加不需要担心 除了在家所谓 work from home 的公务人员可以调用之外 其实很多受疫情影响的行业的人士 都是没有办法做的 政府如果肯肯雇用他们 一方面就可以协助抗疫 另一方面都是间接的 这个是慰民政策来的 现时政府就叫很多确诊者 去一些卫生署属下的健康中心去治疗 其实这个完全是错的 这些七十几间社区的健康中心 应该是负责什么呢 全部是负责注射疫苗 即是所有想注射疫苗的人 就要去这些健康中心 这个健康中心绝对不应该 将确诊者和一些没有确诊者 纯粹注射疫苗的人混在一起 因此才可以完全将确诊者 和一般的注射疫苗的人分隔 就减低了感染 我一直都说 作为政府领导班子 他们应该有个proactive的态度 即是前瞻性 不应该是reactive 即是出了事才作出反应 其实政府防疫官员一直都强调 他们知道确诊数字会一直飙升 还是大幅几何急速飙升 很自然 这些因为新冠肺炎而死的人 一定数字会大增 所以他们应该一早预计到 会有很多大量的尸体需要处理 就不应该现在出现了很多尸体无法处理的时候 才和卫生署商讨如何解决 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那些死者是你们的亲人 他的尸体就这样摆放在急症室 或者急症室旁边的一间房间 随处摆 还是一个搭一个 你们有什么感受呢 我想大家都不想见到 这样摆放 除了对死者不尊重之外 其实还有机会是什么呢 将病菌传染 所以我觉得 你想想一下 将一个尸体放在那里 24小时不搬 在一条走廊里 是什么环境呢 这个完全不可以接受 当然事情发生到这样 我们怎么解决呢 我就建议政府立即 设立一些临时停尸间 就是用一些有冷冻设备的货柜 就放在医院的停车场 或者其他地方 这样的时候 就尽快去处理了它 另外政府官员又说 如果未到医院之前已经死 就根据现行法例 就需要卫生署解剖 去作出一个报告 才可以处理尸体 其实呢 在这个紧急情况下 我建议特区政府 用紧急法 去简化尸体处理的程序 这样才是实事 让大家可以集中去做抗疫的工作 就不要一成不变 最后我衷心 希望所有的防疫官员 和特区政府 去考虑一下我所提出的意见 大家集思抗疫 共同为香港的疫情 出一分力 共同抗疫 多谢 感谢观看 收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